面对极端的气候 农产是首当其冲 尤其去年大干旱 影响到水稻停灌是最为严重 农委会首次推出了水稻保险 这基本型是由中央来买单 全面的纳保 减产20% 每公顷就补助1.8万元 还有加强型可以来选择 申请天灾救助金将会更加的快速 气候变迁严峻 去年缺水让许多农作面临困境 其中水稻更是停灌 未来类似的天灾农损 会不断上演 中央就推出水稻收入保险 在气候导致减产下 可以快速获得补助 每逢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然后又要去会看 又要去怎么样 然后底赔的速度又不是很快 所以他用水稻收入保险的制度 来全面期待天然灾害的保险 而且保费基本性来讲 是全部由中央来买单 对没有缴工粮的农友 或是那个集团的 那个产业的那个农民的部分 就用那个加强型的部分了 一包包百米都是民众不可或缺的主食之一 新竹县每年一二期水稻面积 共有近八千公顷 农委会就手办水稻收入保险分为两种 其中基本性是全面纳保 由现行天然灾害救助的机制转换 保险费由农委会全额补助 只要减产百分之二十 每公顷就补助1.8万元 另外还有加强型保险 没有申报工粮的农民可以自由加保 农委会补助二分之一 县府加码十分之一的保费 水稻一期减产百分之五 二期减产百分之十以上 就会计算产量差额理赔 中央补助十分之五 县政府补助十分之一 在农民大概一公顷 大概要只出个一千零几块的一个保费 然后只要受到天然灾的话 它最起码 而且另外除了天然灾跟疫病 也就是说那什么倒热病 那些发生的时候 以后也都可以申请 而且那个不用去逐笔期会 可以直接认定之后 以乡政委单位认定之后 就可以入户到农民的户头里面 投保上有疑问都可以到邻近的农会 或是县府农业处将有专人来解答 水稻率先推行 后续针对水果类也会有类似的方案 未来农选救助将会更快速